什么 口香糖加上电池就能生火 真有这么神奇吗 光小良 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现在就点火给你看 首先呢 当然不是用这个点火 这个只是你的开胃餐 原来用来取火的不是口香糖 而是包口香糖的锡箔纸 首先将整张的锡箔纸碎折 然后剪下两个长条 把其中的一端剪碎 接着把有稀薄的这一面 分别粘住电池的正负极 形成了一个毁路 这样真的能生火吗 才几秒钟 这火就点燃了 当两个锡箔纸条接触时 冒出了零星的火化和烟雾 不一会儿整张纸就烧起来了 哎 看来这个方法是靠谱的 在野营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下雨天 如果这个电池被浸湿之后 还会有用吗 接下来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把电池放到了水里 浸泡整整五分钟 捞上来擦干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点火 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即便是泡过水的电池依旧很坚挺 看来在野外露营时 如果你忘了带火柴和打火器 这个方法同样也可以点火 哇塞光小亮 你真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太神奇了 这个锡纸呢是一个导电的材料 当它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了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短路 这时候它的电流是非常大的 我把这个锡纸的两头减碎 碰在一起就会增大这个电阻 电阻大了就哇很烫 温度一上升就烧起来了 简直是霸气侧漏啊 还有一个忘了告诉你了 在做这个举火的时候 最好戴上手套 因为这个接触点是非常烫的 容易烫到手 而且你最好不要用这个品质差的电视 因为月亮太大就可以爆炸